恭喜徐梦桃女士在获得了冬奥会的冠军之后,直接获得了两套房子的奖励,并且目前房子已经被签收。 就在2月21号的那一天,网络上传出了一段这样的视频,称某个房地产公司直接赠领了徐梦桃两套房产。 然后也是在2月21号的这一天,两套房子都已经递交到了徐梦桃的方面。 因此这一条消息在网络上曝光之后,迅速引发了无数网友们的关注和热议。 在网友分享出来的这一段视频里面,一开始说到了辽宁安山的一个房地产公司,在得知了徐梦桃获得冬奥会的比赛冠军之后,当即决定了赠送两套房子给这位冬奥冠军。 而且不仅如此,该家地产公司还在营销中心专门举办了一个隆重的赠房仪式,场面看上去十分的盛大。 在那位网友分享出来的视频里面,能看到了当时的活动现场当中,专门为徐梦桃搭起了一个赠房仪式的舞台,以及周边挂满了许多的横幅,还有在地上专门铺上了红毯和现场来了很多群众。 只是在这一次的赠房仪式中,由于徐梦桃因为其他的原因,所以当时本人并没有来到现场。 然后他的这个赠房活动,由他的父母来替他完成了整个仪式,并代替他签收了那两套房子。 并且在活动的过程里面,徐梦桃的父亲还直接登上了舞台去发表致词。 更是祝福了该家公司能够生意红火。 随后当徐梦桃父亲的致词发表完之后,现场就在所有群众的见证之下,徐梦桃的父母顺利接过了那两套房子的钥匙。 而且在他们的一张照片中看到了,两份钥匙上面还写着双公园洋房的这几个字,一看就是规格比较不错的两套房子。 并且也是能够让人看出了,这一家地产公司确实也比较大气,一口气就送出了两套双公园的洋房。 然后不仅如此,在其他一些网友的爆料之中,更是透露出了那两套洋房,仅一平方的单价就已经在8000元以上了。 而在那两套房子当中,两套的面积都是在128平米左右,因此一套的价格就已经超过了100万以上,也就是说两套加起来在一起的话,总价都已经超过了200多万元这样。 所以能够看得出来,这一家地产公司确实是十分的大气,一下子就赠送了徐梦桃200万的房产。 不过在另一边的徐梦桃,虽说当时比较遗憾的没能来到现场,而让整个纵房仪式都由父母代替完成。 然而徐梦桃还是通过了录制短视频的方式,来表达了对该个公司赠送房子的那份感谢。 而且徐梦桃还在视频中表示,自己真的很开心能够实现梦想,以及很开心能和父母一起住进双公园的洋房。 毕竟在徐梦桃的心中,他从小就经历了许多的苦难,亲眼目睹了父母的不容易,所以让他一直都想买上一套大房子,而让自己的父母住上一个更舒适的环境。 然后该个地产公司再知道了徐梦桃的这些经历,以及知道了他有这样的一个梦想之后,当即就决定了在徐梦桃的老家那边,打算赠送两套房子给他们。 因为在徐梦桃的个人经历中,他出生在一个家境十分贫寒的普通家庭里面。 作为一个辽宁安生的东北女孩,他打小就和家人挤在一个36平米的小房子里面,那环境有多么的拥挤就可想而知了。 然后徐梦桃的父母,也都是普通的工人,他的父亲则是为了维持家中的生计,更是在东北那样的环境里面,不管是酷暑还是寒冬气候下,每天都得出来卖烤串。 而且在徐梦桃小的时候,他就已经常常跟着父亲一起出来卖烤串了,再次依压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。 不过好在小时候的徐梦桃,在看到了父母的那份艰辛之后,也变得了非常懂事起来。 他不仅主动出来帮父亲卖烤串,还有从小大到都没有主动邀过一件玩具。 并且徐梦桃从小就有一个梦想,那就是成为一位了不起的运动员。 因此他的父母也表示了非常的支持他,尽量为他创造了训练的条件,所以才慢慢成就了今天的冬奥比赛冠军。 随后当徐梦桃在成为了冠军的那一刻,他和自己的父母都十分的激动,因为这么多年的心愿终于如愿了。 而且在后来的采访里面,徐梦桃就激动地表示了自己最大的心愿是改善父母的生活,让他们住上一个环境更好的房子里面。 因此徐梦桃的这一段采访被那家地产公司看到后,就当即表示了要赠送两套房子给他们这一家。 而当我们看到了这里之后,也许所有人也是这样认为的,徐梦桃真的值得拥有这两套房子。 因为他的那份孝心,还有他对国家做出的那份巨大贡献,让所有人都认为了他值得拥有。 那么,在你的心目当中,你对于徐梦桃这位冬奥冠军都有哪些不同的印象呢? 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。